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快п 瓦虫瓦虫 打开双翅 后了 鉴险游戏 我喜欢 我来拍第一下 呵呵 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 猜成语 学成语了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 猜猜猜 朴虫先生 你好 妈妈 呵呵 你们好啊 朴虫先生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是啊 好期待啊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有一天 有一天 森林的春天到了 繁花盛开 这可让小福高兴极了 这正是拍照的好时候呢 这一片花 真是太好看了 这次我要得春季花卉摄影一等奖 真是没见过世面 是谁 是谁在说话 狐狸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这些花 也叫开得好 你是真没见过什么叫开得好的花呀 你知道哪儿的花开得比这儿的还好看 当然了 这整座森林没有谁比我还了解的 那你快告诉我 你说的地方在哪儿啊 告诉你可以 你得答应我 帮我送一个星期的快递 要是真有你说的这么好看 我就帮你送 那个地方 美到春天 整座山头都会开满连绵成片的杜鹃花 风一吹 人人看去 就像红色的海浪一样 哇 听上去真的很美啊 哎 狐狸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南花顶山啊 南花顶山 南花顶山 是啊 就是因为山顶总是开马花 这座山才叫花顶山的 我记得那年花开得真是太美了 这小福真够急的 不过他好像没问我该往哪儿走啊 小福 你干嘛去 我要去南花顶山 排成片的杜鹃花海 南花顶山在哪儿啊 叫南花顶山 当然应该是在南边 只要往南走就没错了 你是不是应该先问清楚地点再走啊 不用不用 我得赶紧去了 晚了 光线就不好了 你这么跑太累了 把我的滑板车借给你 好嘞 谢谢你了 小福 你去哪儿啊 我要去南边的花顶山拍杜鹃花 南边的花顶山 你确定吗 我确定 往南走肯定没错 可是我知道南花顶山是在咱们森林的北边 我有滑板车 速度很快 那把这些果子给你吧 路上吃 谢谢你果果 我走了 南边的花顶山 我去问问小伙伴们知不知道 和花顶山 不算 果果撞了我 我一直在想南边的花顶山 我只听说过南花顶山 但是在北边啊 在北边 那小福往南走不就越走越远了吗 而且永远到不了 那得快点把他叫回来 阿卡 你喊喊看 好 小福 小福 快回来 太慢了 我去追他 爆炸性消息 小福回来啦 小福 我们后来才知道 南花顶山要往北走 是我太心急了 对不起 和和 滑板车也摔坏了 没关系 小福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可是 我的照片没有拍成 摄影比赛来不及参加了 小福没拍成照片 看来帮我送快递的事 也没戏了 一点便宜都占不了啊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为闯关成功 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么快你就想到了 我姓吉嘛 小福也犯了我经常犯的错误 叫心急火了 或者欲速则不达 或者拔苗助长 你确实又犯了心急的毛病了 猜得越来越离谱了 怎么 你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觉得是不是忙中出错 毕竟他是慌里慌张的出发了 也没问清楚地点 朴虫先生 我们俩谁对呀 很遗憾 不是正确答案 难道都不对 是的 你们俩都没猜对 确实是小福太慌乱了 所以出了错 但是具体的错误是什么呢 你们再想想 具体错误 弄坏了小滑板车 我觉得不是 那是什么呢 他方向搞反了 小福听见山的名字里 有一个男子 就往南跑了 其实山在北边 南辕北辙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南辕北辙的圆 带着车 辙带着道路 意思是 本来想往南走 而车却向北行 比喻行动和目的相反 我记得有一次 毛毛你为了踩雪莲花 一路往南跑 其实雪莲花 在北边的山上 你不提我都给忘了 我那次也确实是南辕北辙 路上还遇到了大雨 被淋得很惨 我们可得接受这个教训 对 以后出门 一定得看天气预报 我怎么觉得 你们俩的对话 也有点南辕北辙 这回该我了 和时间赛跑 获益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开动脑筋 猜猜他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他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 一起来玩 看谁能先猜出 他到底是谁 开始 他对于食物和栖息地 非常挑剔 是淡水江河中的 顶级捕食者 所以被科学家看作 是河流生态系统的 参考物种和旗舰物种 顶级捕食者 够厉害的 生活在淡水江河中的 哦 不会是食人鱼吧 哦 太恐怖了 他 看起来有点萌萌的 但是骨子里 却是好战分子 敢攻击比自己 体型大好几倍的猎物 萌萌的 这个听上去 不像食人鱼啊 还不一定是鱼呢 嗯 这倒也是 他 皮毛的保暖性和防水性 都非常好 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 长有约五万根绒毛 呵呵 我真不是鱼 长着毛呢 可不是吗 它的毛还很密 它 善于游泳和潜水 在水中 能自行关闭鼻孔和耳孔的瓣膜 防止进水 柔软的身体和粗长的尾巴 能减少在水中运动的阻力 游泳的姿态 游泳的姿态很像蛮鱼 谁在水里游泳像蛮鱼呢 它有柔软的身体和粗长的尾巴 流线型的身材 在水里肯定可以扭动着身体游得特别快 嗯 估计是这样 它 把巢穴选在低岸的岩缝里 或者是树根下 洞穴一般有两个洞口 水下的洞口是进出用的 另一个洞口伸出地面 用来通气 它把家建在水面下 还留着通气口 真够隐蔽的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位 谁啊 水塔 啊 会是它吗 虽然你们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 还有小伙伴们可能还在思考 所以我还得把题目念完呢 它 食物主要是鱼类 喜欢从岸边潜入水中追逐鱼群 但最常用的狩猎方法是伏鸡 它还常常把捉到的鱼 拖出水面进食 就是它了 水塔 小飞 快公布答案吧 好了 现在公布答案 它 就是水塔 恭喜你们 答对了 要恭喜参与答题的小伙伴们 你们肯定也都猜出来了 哈哈哈 耶 Yay! 好了 二位 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这我 我来 第一道问题 开始 你话我猜 我觉得那是一只眼睛或者两个 哦 等等 那看起来像一条尾巴在水中百来百去的 你猜怎么着 我猜不出来这是什么 看来两对也没有答案呢 哎呀 是什么呀 哦 这道题太难了 宝宝队 这是什么动物 我们觉得这张脸和尾巴很有可能就是鲨鱼 大师队呢 让我来回答吧 我们认为是海豚 你们觉得呢 嘿嘿 我们来看看答案吧 没错 就是鲨鱼 你看看这些尖尖的牙齿 让我们恭喜宝宝队 所以我要奖励你们奖励三万颗 开玩笑了 奖励你们五颗星 太棒了 好了 现在我们开启计分器 对 交给你了 大猩猩 哦不 情况不太妙 大猩猩 哦不 我觉得好像发生了技术故障 好看 寶寶队加五颗星 嘿嘿 e 夹好了 耶 好了 现在 谁的粪便 是的 我可爱的助理大猩猩 将追踪一坨 神秘便便的来源 让我们看看 它今天的任务 你好大猩猩 今天大猩猩 遇到了一个难题 它要从一种神秘动物那里 获取便便 这就是纸带的愿图 因为大猩猩 要给神秘动物一点 惊吓 好的 开始吧 听起来管用了 看电影 谢谢大猩猩 嘿 瞧啊 便便里有皮毛 问题就是 这是谁的分别 是 你偷牛的 蛟狼的 还是老鹰 嗯 是牛蛟狼还是老鹰呢 宝宝队 我们猜 我们猜它就是 蛟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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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大师队呢 呃 我们觉得是老鹰 蛟狼还是老鹰 你们觉得呢 让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让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一会儿豆子差不多 嘿嘿 不过希望形状和豆子不一样 不然的话会令人 作呕 嘿嘿嘿嘿 宝宝队 我要给你们加 让我想想 一头蛟狼有多少条腿 四条 我要给你们四颗星 太棒了 嘿嘿嘿嘿 继续下一个环节 叫做 呃 没错就是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嘿嘿嘿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你们来告诉我 故事的结局 准备好了吗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跟一个气球有关 气球里面装满了水 嘿嘿嘿 接下来就有趣了 因为气球被挂在树上 上面涂满了花生酱 哦 好好吃 来了一只松鼠 松鼠喜欢花生酱 哦哦哦好吃好吃好吃 哇哦 现在停 哦 所以问题就是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宝宝队 哦哦 松鼠的牙齿非常坚立 还有用来攀爬的爪子 哇哦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我们认为它用爪子或者牙齿把气球给弄破了 砰哈哈哈哈 我们非常担心这只松鼠会全身湿透 哈哈哈哈 感谢你们的回答 大师队呢 你们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的想法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觉得气球会炸 碰 水会浇在松鼠的身上 哇 然后它会全身湿透的 哦 好吧 两队的答案一致 那就让我们看看正确答案吧 哈哈 哈哈 气球确实破了 但是松鼠被浇湿了吗 它动作太快了 我们再看一遍 哦 嘿嘿 瞧啊 它躲得太快了 根本没有沾到一滴水 哦 哦 松鼠动作非常迅速 哦 看呐 哦 太厉害了 因为你们都只猜对了一半 所以都只各加两颗星 代表对你们的鼓励 哦 太棒了 你的真正教兴 耶 好 三道题全部答完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获胜者 别违改我了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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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 一个路口分成两叉 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来吧来吧 答对出动 答对出动 答错要罚 祝你好运 谜题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 请出题吧 别着急别着急 我今天请来的动物朋友 是一位大嗓门 你们知道哪些动物是大嗓门呢 蛾 大白蛾 那个大嗓门 叫声特别大 而且凶起来特别厉害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是不是又淘气来着 嘿嘿嘿 我认识一个大嗓门 就是夏天的蝉 他们老是叫个不停 知了知了知了 知了 关上窗户也能听见 咳吵了 苗虫先生 今天这位动物朋友 是大白蛾还是蝉呢 都不是 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是野生动物摄影师 在给这位动物朋友拍照 仔细观察一下 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 摄影师叔叔趴在水塘里 镜头对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可惜照片太远了 看不太清楚 圆滚滚的身体 好像还有细细的腿 实在猜不出来 苗虫先生 快点告诉我们答案吧 好 这位神秘的大嗓门动物朋友 到底是谁呢 我们请他亲自来告诉你们 有请 嗨 大家好啊 我是花侠口蛙 你们看这两张照片 是刚才那位摄影师叔叔 给我拍的艺术照 你们发现了吗 这张照片是有声音的 我喜欢极了 这两张照片是挺漂亮的 可是花侠口蛙 你是不是说错了 照片怎么会有声音呢 你听到声音了吗 没有听到声音 不过我好像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 是不是它下巴上那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的确很奇怪 不过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 你看这张照片 花侠口蛙的肚皮下面飞出来了好多小水花 的确是有小水花 好像是拍打水面弄出来的 你再看这张照片 花侠口蛙的身体周围出现了好多一圈一圈的波纹 我想这些水花和波纹就是照片上的声音 蛤蛤说的很对 这些水花和波纹记录了我的叫声 你们看到我下巴上那个鼓鼓囊囊的东西了吧 这个叫名囊 是熊蛙专用的装备 平时是一层薄薄的膜 需要大叫的时候就膨胀起来 好多人以为我的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嘿嘿 其实大家都搞错了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 声音引起的震动波纹都是从腹部这里发出来的 真正发出声音的是我体内的气囊 那下巴上的名囊有什么用呢 一是储存空气 二是能扩大音量 让周围的蛇蛙听到我的叫声来跟我会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养育小宝宝了 问题来了 花侠口蛙用什么来发出声音 红色按钮 下巴上的名囊 绿色按钮 身体里的气囊 请选择 计时开始 这道题太简单了 是啊 刚才花侠口蛙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下巴上的名囊只是一个扩音器 身体里的气囊才是真正发出声音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绿色按钮 公布答案 花侠口蛙是用身体里的气囊发出声音的 绿色按钮选择正确 祝贺你们 成功了 成功了 调虫先生 再见 小福正在非洲 测试新的机器设备 这应该能用了 大家好 快看看我拿着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遥控器 然后飞起来了 快看 这是我的新航拍器 我把相机放在航拍器 这样就可以飞到高空上 看看它能拍到些什么 嗯 很多草 哦 狮子 好多狮子 太棒了 哎 看起来有人在叫我 哦 天哪 收到了邮件了 小福 你的任务是找到一种不靠翅膀飞翔的苍蝇 去拍照吧 嗯 不用翅膀飞的苍蝇 嘿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我想我们要踏上新西兰森林的旅程了 出发吧 呼呼 这里是霞湾地区的森林 这是一个树洞 不过小福去哪儿了 我在这儿呢 哦 新西兰的森林最适合寻找不会飞的特殊仓蝇了 不过现在是黑夜 所以我需要一种夜视相机 是时候打开我的相机了 啊哈 开始工作了 那就是我要找的树 看到那附近的叉阳了吗 哦 呵呵 我来了 我钻进了树洞里 我只要打开相机 然后哈 看看我们能拍到些什么 树中央是空心的 就像在山洞里 那些没有翅膀的苍蝇呢 这儿有一只 这是一种没有翅膀的苍蝇 所以只能爬来爬去 除非它搭上某种 可以飞翔的动物的便车 这棵树还住着其他洞 看到那上面了吗 知道那是什么吗 新西兰短尾幅 许多许多新西兰短尾幅 这些蝙蝠可以飞 它们每晚都会离开树洞 去寻找食物 苍蝇就趁机跟着它们一起飞出去 看 没有翅膀的苍蝇趴在蝙蝠身上 它叫做福营 因为它们会趴在蝙蝠身上紧紧扒住 它搭蝙蝠的便车 就像我的航拍器上搭载着我的相机一样 真是太酷了 福营可以不用翅膀飞翔了 我最好赶紧拍个照片 任务完成了 我该离开这里了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各位朋友们 有没有多余的蝙蝠能让我搭个便车回办公室啊 朋友们 等等 不 回来啊 回来 他们把我丢下了 看来我只好自己走回去了 下次见吧 再见 这会儿我来 是大猩猩啊 不知道它今天要做什么动物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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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開始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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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马达加斯加胡好 谢谢你大星星 下次再见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 再会 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 牵着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小伙伴明天你好朋友